好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任何一个点作为最后一个点被插入所需要的时间成本 其实就等于它在当下这张图中 也就是这个宇宙的这个时刻所具有的度数 那么在刚才那一步平均所需要的时间 当然也就是在当下这个宇宙中而言的 所有的那些点它们的度数的平均值 也就是平均度数 这个平均度数是多少呢 是否可控呢 好消息是可控 不要忘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tragulation 包括Delaunay triangulation 其实都是所谓的平面图 planner graphs 平面图有什么性质呢 能够刻画平面图的最重要的一个性质之一 就是来自于伟大的欧拉 欧拉有一个关于平面图顶点数 编数 面数以及联通量的一个再简明不过的一个简明的公式 好 通过那个公式 实际上我们可以推出 平面图的平面图的边数必然是和它的顶点数相当的 这件事留作作业 你去自己完成 我们要得到的结论是 边数从渐进的意义上讲 大致是顶点数的三倍 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数 这意味着什么呢 总共不过三条边 每一条边为这张图贡献两度 所以总共不过六N度 分配到N个点 所以我们就知道 每一个点的平均度数 不会超过六 也就是说 在最后一步插入的过程中 我们从平均的一样讲 所需要执行的边操作 无非是欧六 而根据Big O的性质 这也就意味着 其实就是一个欧一 一个常数 这正是我们在刚才 所声称的